47歲黃先生翻開國中數學參考書 仔細的算書裡的每一題題目 因為他報考了今年的國中會考 時隔三十幾年拿出國中課本當考生 不只要算數學還要念英文 黃先生在兩個月前開始準備專研考古題 目標是要挑戰二十七級分 但為何四十七歲了還要報考國中會議考 原來全是為了女兒 為了讀給女兒看當爸爸的霸氣 報名會議考要當女兒的榜樣 而黃先生的女兒看著爸爸 每天苦讀的背影也不敢鬆懈 目標在明年的會議考考贏爸爸的成績 華西文林家人趙英光 謝中醫 彰化報導 記者 彰化報導